然后越南状况也不太好 太不好 它的经济跟中国一样 你现在COVID-19以后 全世界的经济下降 越南以前经济飙起来的原因是 中国大陆把轻工业 腾龙换鸟换到越南去 所以越南可以得到美国的CODA 中国的这个轻工业 然后它可以赚很多钱 那现在突然一下 全世界经济都不好了 现在大家都晓得畅衰中国经济 其实没有一个国家经济会很好的 因为都受害 对 你看到越南的商品出口 比2022下降了4.4% 然后特别是 越南有一家这个纺织厂非常大 这个龙头 你知道它这个上次第三季 去年第三季拿到多少订单吗 零 整个归零 裁员了98% 目前全场剩下37名员工 因为全世界从 越南以前纺织很强 纺织业是什么你知道吧 大家追逐新的衣服 时髦 家庭经济 如果受了通货膨胀压迫 我不买新衣服 我还可以穿20年了 家里面裤存的 对不对 你超过30岁以上的衣柜都是满的 对不对 那今天经济不好的时候 我当然不买嘛 钱多的时候 今天就流行这个 明年那个颜色 那个款 追逐时髦 所以纯衣在那个时候很发达 等到经济环境不好的时候 你会换很多衣服吗 所以对越南来讲 此刻最重要的还是经济 我们看到这个拜登 中美都要拉拢越南 拜登去了 习近平主席也去了 习近平拉他的力量太薄弱了 就是说南海你也有利益 我也有利益 不能让中国独霸 就这么一点点说辞嘛 你能把越南拖到你身边吗 第一个越南是共产主义国家 他的那个主席跟习近平成兄道弟 不只是同志还是兄弟 第二个中国大陆经济在那边投资也很多 美国跟日本再加码 顶多跟中国打平手 所以越南可以给 菲律宾可以给越南什么好处 没有 而且你们组织巡航 你们两国的海军 你加起来 打不过一个南海舰队 就在海南岛的舰队 就可以把你打狂 因为你不成比例 你那是海岸巡防 炮艇 最大的也不过一两千吨 所以这个问题 讲控话了 他只能说维持 大陆的渔民越界普渔 我去都弄弄 所以所谓的菲律宾越南 在南海上背靠背不存在 不存在 靠了背也没有用 背还是凉的 好 背是凉的 越南也不会同意 取暖取不到 好 还有点时间 我让韩冰讲一下 这个缅甸好不好 缅北的这个中国大陆 中国大陆出手 中国大陆从来不介入 别国内政 但是缅北的部分 是非常的积极 当然一方面呢 这边讲华语 这个华人习俗等等 那二方面主要是因为 这个电炸集团 侵犯了这个中国的权益 你看到到此是全剧告终吗 1月30号 这个重要的讯息 昨天手机不断地跳出来 有没有 六个老大 缅北果敢的重要头目 还有四名重要犯罪 一网打尽 全部抓回来了 待会大家画面中可以看到 那个东方航空的那个飞机 有没有 哇 这个一个一个 靠着手靠下来 旁边那个戒备声音 哇 那场面之大 完全是电影感 包机降落在云南的这个机场 移交了十名重大犯罪嫌疑犯 同时你看到四大家族 头目无一例外 等于四大家族 就此是全灭了是吗 去年我们看到 还不断地发布悬赏奖金 一波又一波的 到此刻为止 努力了这么久开花 结果全剧告终完结篇是吗 好 对于大陆民众来讲 这一幕真的是大快人心 韩冰 我觉得当然这个对 在短期内对打击这些电炸 是确实是有帮助 但是第一个就是 这些重要头目虽然现在落网 而且被移交给大陆 可是有一些人现在还在逃 那甚至 往东边跑 对 甚至而且躲在中国大陆内部 因为他们都是中国人嘛 所以他要隐藏也不是那么难 所以他们其实长期跟 中国大陆内部的一些帮派 其实也是有联系 所以这些人还是要去把他找出来 那对中国大陆来说的话 诈骗这块可能在缅甸这边是暂时 就是有一个比较好的状况 可是未来会怎么样还很难说 因为第一个缅甸那边军政府 跟他们这些地方势力的冲突 还没有完全结束 那缅甸军政府 其实现在情况看起来不是很好 对 所以在这种状况下 缅甸接下来会不会乱 这个是大陆很头痛的一件事情 所以中国要到自己想要的吗 对 他现在要到一部分 当然是他想要的 就是打击了这些诈骗集团 但如果缅甸军政府就此倒台 对他来讲也不是一件好事 所以他也不能让缅甸军政府 那个太难看 所以这现在就是 这个其实蛮考验大陆的智慧 也就是他希望缅甸 重新回到稳定的状态 可是以现在这个局面 你要让他重新回到稳定的状态的话 那要怎么样去安抚各方的势力 因为缅甸的势力其实非常错终复杂 有好几个各种不同的三头势力在这个里头 然后这四大家族被抓到被赶走了 那他们原来的那个真空状态 由谁来填补 那会不会出新的乱子 这个也都是很麻烦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认为在短期的目标是达成的 但是长期对中国大陆来讲 希望缅甸走上一个相对和缓和平局面的目标 还没有达成 这个还必须要继续努力 这恐怕不是短期之内可以解决 对 不过我想这一句题外话 我们台湾人民看到这个 应该是心里面感触良多嘛 就是看到有没有诈骗头目 从缅甸这个包机回来 那个画面 我们台湾人也深受电炸之苦 但是我们的政府做了什么事呢 尤其是很多警察好不容易抓到 然后一下就被放掉 所以两相比较 没有比较没有伤害 然后呢 菲律宾总统跟越南总理对话的时候 讲到我们台湾 大家有没有发现 通常在国际上讲到我们台湾 都不是什么好事 菲律宾对台湾海峡的紧张局势 深感担忧 台湾任何冲突都会影响到 菲律宾北部领土 然后危及台湾生活的 菲律宾人的安全 所以双方同意加强南海的海岸巡防队 我们先把那个图 调出来给大家看一下好不好 这是一个大陆的一个博主 好 我们看到这个 从这个马尼拉 到这个越南 我们看到到河内 本来这样直的 好像这样转了一下过去 据说这个多飞了一段时间 当然也有人认为了 这个航线 孙将军觉得呢 他当然要避开海南岛 避开海南岛 中国军机的 不能直接穿过去 对 他怕有些干扰 第二个有巡视海岸线的味道 巡视海岸线 他的海岸的这个经济区域的味道 其实这个没有什么太大意义 而且菲律宾讲的话 自相矛盾 他要把越南扯在一起 哎呀 这个有关南海的安全 我们有事 你也有事 就为了拖人家下水 其实台海的安全问题 是你菲律宾在制造天才火 你干嘛把北方四岛 拿去给美军做基地呢 对不对 你到那边 又把朱比克湾开放 你种种都会在刺激中国大陆 本来没有事的 但我要问帅将军 那你觉得呢 越南会配合菲律宾的这些吗 因为越南啊 中国大的投资也很多 美国投资也很多 它在走两边的路线 太阳星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 是睡眠品质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 让我整个人工作更专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克肺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脂菌种 和益生菌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消化到机能正常运作 还拥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称它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时 克肺尔益生菌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种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 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积极的灵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克肺尔时刻美好 不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代码 有额外的折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